大家出门都会戴上口罩 不是因为感冒 是因为空气污染问题 现在有一座除买塔 每天可以让高达33万人呼吸到新鲜空气 中国西安市设立一座造价1200万人民币的空气净化塔 正式名称叫做大型太阳能城市空气清洁综合系统 太长了 因此俗称除买塔 其实这座除买塔早在2016年6月完工 不过只是一个实验设备 监测空气快两年 前天才首次公开成效数据 一日可以处理500万立方公尺的空气 让周边10平方公里范围内PM2.5浓度 降低11%到19% 等同可以帮助周边25万人至33万人改善吸入的空气品质 你是不是有个疑问 对于除买塔在运行之后 是否会将四周的雾霾吸收过来 使附近居民遭受到更严重的雾霾影响呢 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副所长曹君济 则回应 目前还在实验阶段 有待进一步论证 一个西安约1万平方公里 可能就需要1000个除买塔才够用 若在全国推行 投资金额将会是天文数字 曹君济表示 或许未来可以建造更高更大的除买塔 或是结合现有的建筑物 来符合城市需求 除买效率也会更高 这块明后年就可能建设新的除买塔 空气品质将大大改善 华尔街电视新闻 记者孙宇山整理报道